前衛俊在全明星運動會中連續擔任了4季的藍隊領隊 深受選手觀眾們喜愛 基於她語言又停說要登上綜藝節目 並爆料節目期時重錄過 兩人曾一同參與全明星第二季 對其中的火爆場面印象深刻 前衛俊透露當時進行的合球比賽 規則是對手要投籃時 另一方舉起手,對手就不能投了 且雙方不得有肢體碰觸 雖然選手曾接受一週的訓練 但大家畢竟不是專業運動員 有時候規則拿捏得不仔細 因此選手屢次被判為例後 開始爆發衝突,質疑裁判不公 不只大罵三字禁,甚至有大哥直接衝上去 火爆場面十分嚇人 前衛俊透露最後節目製作人出面終端錄影 氣得大罵在場所有人 搶著節目有許多學生觀看 需要背負社會責任,真的不適合罵髒話 因此最後重新比賽,並重入了那一集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